没有想到在工地里也能够捡到枪 花莲市区的一处停工已久的工地 在上个月的8号被工人发现天井里 莫名出现了一个名牌的后背包 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把M4A1的步枪 警方获报之后也到现场来采证 目前已经锁定了特定的嫌犯扩大追查当中 建设小组走进工地透过玻璃窗仔细观察 建设人员非常谨慎 从一个包包里取出一把军用制式突击步枪 没有就是发现那个天井那边玻璃包的东西这样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天井 跟隔壁连在一起的地方 有看到什么吗 就是这枪啦 这把长枪的来头不小 原来是美军海豹部队以及我国PT小组的标准配备 M4A1突击步枪 建设小组不敢大意现场采集包包枪支的生物击症 积极追查枪支来源 建设人员在警方借户下带走装着突击步枪的黑色名牌包 警方初步见识这把长枪疑似是一把模拟枪 不仅外形与M4A1全自动突击步枪一模一样 而且枪管已经贯通 枪支能不能装弹射击还需要进一步测试 由于工地尚未完工 没有装设监视器 目前警方正在调阅附近路口 影像画面追查 并锁定特定范嫌积极查期中 至于是否准备进行枪支交易 以及枪支来源都还有待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